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 中国共同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 不仅如此 蒋介石亲任西北缴共总司令 正命令五个士兵力采取东西队形的策略 企图称红军立足维稳 维建中国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于落水一息 葫芦河一本地区 面对此情况 毛泽东把目光聚焦在直罗镇 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真回忆 11月5日 毛泽东统治就要我和林彪到军委总部开会 确定了打直罗镇战役的决心 战役发起的前两天 毛泽东统治即组织十五军团和一军团团一上干部 到直罗镇西南面小山头上看地形 研究具体部署 这一天 毛泽东交给红一团团长杨德志 政委萧华的任务就是 自北向南直接攻击直罗镇首帝 1935年11月21日 直罗镇战役打起 按照毛泽东要的是歼灭战的助手 红军南北夹击 合肥了直罗镇 萧华和杨德志率部战斗震撼之时 接到军团部的通知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 亲离一军团前沿指挥 接到通知 萧华觉得这是最好的战场鼓动 立即组织全团的政治工作人员 把这条消息传达到所有连队和各个战壕 最后的情景 杨德志是这样表输的 直到原理听说 毛主席 周副主席亲离前沿 受到了极大的鼓励 战斗虽然艰苦 但指战员们打得非常顽强 当时正是龙东集结 萧华同志身穿单衣 盯着伺候寒风 带领部队冲进了直罗镇 直罗镇战役 取得了坚敌一个石油一个团的重大胜利 不但解决了红军过冬的免疫问题 而且粉碎了国民党军对散钢根基地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 对于直罗镇战役的胜利 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 长征一完结 新局面就开始 直罗镇一仗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 举行了一个电机礼 接着萧华又会师开始了新的使命 1936年1月18号 红一方面与第一军团召开东征事事大会 准备东征 当时呢 红一军团已经恢复了三个司的戒指 萧华呢仍然担任第二司的政治委员 一个月后 即2月18日 萧华聆听了毛泽东 做了关于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毛泽东年谱记载 毛泽东指出 东征的任务有三项 一是到外线打击迈国贼严西山 并调动他在陕北的四个旅的兵力 建议粉碎敌人为陕干变区新的围剿 二是配合北平129学生抗日爱国运动 和全国反内战高潮 三是壮大自己的力量 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根据东征作战命令 萧华的第二师第五团为先头部队之一 1936年2月20日 萧华和市长刘亚斗率部 乘着夜岸开始渡过黄河 中国共同同军第一方面军事记载 各线头团在船渡途中被守敌发解 于是由偷渡转为强度 各线头团突击队之战员 冒着敌人抗护 奋勇先进 迅速运动战对岸敌人跌倒 突破了敌人严格防线 2月21日复晓 萧华和刘亚楼率领二师全部渡过黄河之后 连续公辖 三郊镇 刘亦镇 关上村 连阵告界后继续攻击 越过绿阳山 抵达孝明县对九队一带 逼近山西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同普洞 见此情形 时任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号称山西王的阎西山慌了手脚 他一面击点蒋介石派部增援 一面击掉驻戒修 效益的部队 向对九域起劲 实施反驳 1936年3月10日 战斗打起 笑话回应 我和市长刘亚楼同志 随先头部队指挥作战 战斗打得相当激烈 就在这紧张的战斗中 我刚挑起一个图坎子 突然身不容忌地战斗他 觉得裤脚力失落了 低头一看 血已流到了脚面上 这才发觉左腿受到重伤 刘亚楼见此情况 要战时把肖华抬下阵臂 肖华对刘亚楼说 不行 这个时候我不能下去 这时 后续四师征援部队上来了 肖华一看 这是一个很好的鼓动时机 于是他就支撑起身子 高喊 四师 二师 比比看 谁英雄 谁好看 这士气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 肖华在呼啸 大地更颤抖 士兵的血在沸腾 胜利的夜晚 肖华却在经受着伤痛的折磨 我们现在的人很难想象 那是怎样的一次手术 没有手术刀 也没有手术工具 结果军团的尾声部长叫江金贤 在老百姓家里借了一把菜刀 在火上烤一烤 消消毒 然后小孩同志躺在炕上 嘴巴里喊一个毛巾 开刀开的时间还很长 因为它里头 它那个子弹是个扎子 进去的时候 那个伤口就这么大 出来的伤口这么大 很多很多的蛋片都取出来 这是苏有福将之称的肖华 在他深境百战的戎马生涯中 仅有的一次负伤 所以 当毛泽东听说肖华负伤后 诙谐地说 这次肖华的运气可不好哟 1936年的5月初 为了避免内战 并促成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毛泽东下令结束东征 但是这个时候蒋介石 仍然坚持剿共政策 他调集重兵 准备对散干根据地 发动新的进脚 如果红军不采取必要的对策 仍有被困刺在散干地区的威胁 所以 5月18日毛泽东下令 红军向散干宁三省边界 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西征 在西征战役的时候 肖华的第二师仍然担任 义军团的前卫 这时候 杨德智劫起刘亚楼任第二师的市长 肖华和杨德智率部西征的第一仗 是攻打通往宁夏要冲的屈子镇 对于屈子镇 肖华是这样描述的 土城方圆不过两华里左右 成员高二仗 后六持续 圆四周有碉堡 圆外有壕沟 深大仗序 一位守卑 当时镇上正好有国民党 第105骑兵旅的三四百名骑兵 在这个镇上住宿 位首的是旅长野崇章 绰号也罗子 从他这个绰号看 一方面表示他交恒霸道 另一方面也说明他这个部队是很有战斗力的 1936年6月1日 下午三时 战斗大小 然而进攻下 当时我们红尔石头部队除了装备差以外 还有就是大量补充了新兵 新兵没有打仗的经验 再就是我们的营连干人 他习惯于打运动的运动干人 也没打过像战 甚至也没有像战的经验 怎么办呢 小华 杨泽智决定停止进攻 调整兵力 准备夜战 夜落降低 战斗再次打响 这次呢 小华和杨泽智 让擅长验战 享有燕老虎团 荣鱼称号的武团 担任主动 亲密一线的一军团战备聂荣针 是这样表述他亲眼所见的 军事阵战斗之所以能取得上力 一方面是改进了战术 另一方面也是在战场上 开展政治攻势取得的成果 我们攻进去以后 一人退手袭的地域满抗 我们进行战场喊话 小义民族大义 要他们不要把枪口对着红军 和我们一起抗日 残敌注意全部放下武器 荒土高原的六月 是个生气勃勃的季节 1936年6月2日 肖华和杨德志在取得西征第一仗胜利之后 率领二师连克环县 弘德城 毛居井 于1936年6月20日 抵达了西远镇 和东北军的骑兵军 形成了两军对峙 这一天的历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这样记载 6月20日 中共中央制定并下发了 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 提出了红军的目标不是瓦解或分裂东北军 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 而是使之成为抗日的武装力量 成为红军的友军 那么怎么和东北军成为友军呢 小华和杨德志直接面对的 是这位东北军骑兵军军长 何祝国 开始啊 何祝国对二师力量的骨骑不足 仗着他 骑兵军机动性强 总想和二师较量 不断进去挑衅之势 对何祝国的行为 小华和杨德志的策略是 你来进攻我就回避 随之何祝国却得寸进尺 一天 何祝国又派两个骑兵团来挑衅 红二师官兵 对他们喊话 他们置之不理 竟然直逼红二师驻地的城堡之下 看样子 不教训他们一下 他们是不肯接受意见的 我们于是以训练不及掩耳之势 从三年向他们进行了仿击 一日消灭了他们四个骑兵别 这是肖华对当时情况的表述 对傅鲁宾 红军代字以礼 在讲清红军的政策后 不仅放他们回去 还把枪支弹药 罗马全部如数数回去 既打军事仗 又打政治仗 这是毛泽东的指示 那么 作为施政委的肖华 是怎样打政治仗的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记载 对当面的国民党军 采取写信 寄送宣传品 张贴标语和火线喊话的方式 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抗日救国主张 在两军对志的边缘地区 组织停战抗日促进会 通过群众进行抗日宣传 肖华和红军官兵的这一系列工作 有力地促进了西北地区 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深入开展 也为后来全国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 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历史到了1936年的十月 这年的十月 黄头高原沉浸在这胜利的欢呼中 红一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 这三大主力红军 在甘肃境内实现了胜利的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自然惊动了蒋介石 他紧急飞到西安坐镇督战 这个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胡宗南 充当了剿共的极先锋 但当红军隐蔽在山城堡附近时 胡宗南去判断 红军一向延迟方向撤退 于是率领他的第一军孤军深入 进而兵分两路 一路向惠安部延迟方向其进 另一路占领了山城 企图综连一合肥红军与延迟以南 胡宗南此举在毛泽东眼中 正是打殲灭战的绝好机会 于是1936年11月18日 由红军三个方面军的领导人 联名下达了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力 在山城堡战斗中 肖华 杨德智甩第二师的任务时 协同15军团向山城堡西北方向进攻 截断敌人的退步 布置完任务 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拳 对肖华和杨德智说 敌人要是跑了 朝你俩算账 1936年11月21日下午 战斗大响了 时任25团参谋长的周长盛会议 战斗开始不久 团政委陈鹏同志就牺牲了 团指挥员就剩下我一个人 我是刚从元帐提到团队当参谋长 指挥这么多努力 他是第一次 肖华战斗了解我的困难 在这时候派了师参谋长 徐伯涛来帮助我 又打电话来鼓励我一番 正是在这样细致热热的战场指挥 和无微不至的战场鼓动下 红军胜利 三城堡战役 对国内和平和抗日战争的 实现起了重要的处境作用 使我军在历史伟大转折中的 一个重要战役 是长征的最后一战 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主力红军的最后一战 这最后一战胜利结束后 肖华帅步回到了陕北的进加沟 休整待命 1937年7月7日 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 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 发动了全面新华战争 中国运论被迫分析抵抗 全国际抗战 由此爆发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 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起来 在此行事下 肖华受命前往陕西三园云阳镇 召开军事会议 我是1937年8月份到洋安去学习的那个半路上 住在地方叫越洋镇 吃了晚饭以后我们就在那里又唱又跳高高鲜鲜的 这其中就有肖华 这样肖华就认识了漂亮活泼的王新兰 加上战友们的撮合 最后在美丽的黄昏 在云阳镇的小河边 便有了两位年轻的八路军的深夜 才一个月 刚才是一个月 虽然这个谈得很投机 家庭情况 家庭出身 学历 什么什么都说了 一天夜晚 肖华来到梁氏益友 世事极可倾心交谈的 好兄长罗荣环的住处 这天夜晚 肖华告诉罗荣环 他认识了一个姑娘 而罗荣环从肖华吞吞吐吐的言语中 明白了这位年轻帅气 文物双全的部下 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姑娘 于是 从没有说过梅的罗荣环 说合了一对姻缘 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云阳镇 也就有了艰苦岁月里 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1937年8月25日 中央军委发布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肖华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郑军处副主任 肖华随即踏上了抗日的正常 此时 日本侵略军已在华北展开全面进攻 其第五师团在侵战怀怀宣狂之后 兵分两度西进 企图突破平行关与大通 会是燕门关 继而难侵 攻占太原 1937年9月23日 在这连绵的群山中 时任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 副师长聂荣臻 俯师长平行关 开始排兵布阵 他们要在这里打一次日军的伏击 在军事准备的同时 肖华也在进行着政治准备 当时1154郑军处主任罗仁环到府平去了 所以部队战前教育和动员的任务 完全落到了副主任肖华的街上 肖华自然明白 平行关这一战的分量 所以 眼下政治工作的任务 就是让官兵们清楚 为什么要打这一仗 为什么必须打好这一仗 在充分的军事政治准备下 1937年9月25日 八路军第115师 图写了中国人民抗战战史上的 荒荒篇章 平行关大截 今天日军进入第5师团第21武团 和师团自重部队各一部共1000人 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 中国军队主动寻间敌人的第一个大胜利 115师出任华北首战大截 肖华豪情万丈 荡日赴十一手 雄士怒气冲消汗 辉歌平行斩板软 长城磅礴 争威壮 世造窝炉 山河环 1937年的10月 八路军啊 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后 肖华呢 被任命为 1154 343旅政治委员 成光了任旅长 这年冬天 战地记者刘白宇和音乐家贺鲁厅 耳门目睹了343旅 在萧华沉光的率领下 远续取得了广阳四季的 叶兮义堂镇的声名 一天晚上 刘白宇贺鲁厅听说343旅 又要受命出征 去开辟新战场后 贺鲁厅连夜为即将远征的343旅 写了一首歌 第二天 刘白宇和鲁厅前来被消化送行 当时的情景 刘白宇是这样表述的 萧华同志在行进行列中 扬着一只手力 高声鼓舞着人们 一刹那间 我觉得从他心里发出火 发出光 他们能够冲破一切危难和险阻 我身为一个指挥员 青春撒手的神态打动 我们唱着第一次震向大地的歌 我们都是神仙的手 这一天 赫鲁厅把这首游击队歌送给了萧华 从这一天起 这首歌便伴随着萧华 驰骋于沙迪的战场 从这一天起 这首歌也飞跃千山万水 传遍抗日的战场 历史到了1938年的4月 这年4月21日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向八路军总部发出 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 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 与此同时 毛泽东想到了萧华 提议让萧华挺进记录边 1938年7月中旬 由萧华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的 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 越过焚河 穿过蓬浦路 来到了位于太行山区的 八路军总部 这天夜晚 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 正在和萧华谈论工作的时候 机要参谋 把一封电报交给了萧华 这封电报是毛泽东发来的 电文的大意是 此次东进 任务繁重 要多谋散断 充分依靠当地的党组织 大力发动群众 重视政权建设 在电文的最后 毛泽东特意要萧华 在八路军总部稍等几天 王新兰 作为挺进纵队的电台成员 随后赶到 日历万机的毛泽东 是怎么知晓 萧华和王新兰的关系的呢 一个饱含情感 和无限厚爱的故事 恰恰就发生在这天傍晚 我在延安 突然的时间 一天有机会 见到毛主席 见到毛主席 毛主席不认识我 当毛泽东 从王新兰身边走过的时候 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 指着王新兰对毛泽东说 这个女战士叫王新兰 是王维州的侄女 萧华的女朋友 王新兰的叔叔 王维州是川东革命根据的创始人 毛泽东跟王维州很熟悉 听说王新兰 是萧华的女朋友 毛泽东不由停下了脚步 看着王新兰 毛泽东对王新兰说 你是萧华的女朋友 我说 你怎么知道 他说 调查研究嘛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 他说我告诉你 萧华现在正在巴黎军总部 你准备一下 我马上我就给萧华取个电报 叫他在东部等你两天 领袖的关怀 令萧华感动不已 沉思片刻 萧华给毛泽东回电 主席 来电尽兴 国难时期 一切以民族和党的利益为重 个人问题无需顾虑 第二天 萧华带着领袖毛泽东的关怀 踏上东晋的挣脱 《鲁会发 didn't know how to do this》 《如此之路》 《鲁会发 》 《鲁会发雷害》 《鲁会发不得》 《鲁会发赔》 怀念道士 云秋又方 巴西婚姻 徽师北朝 万里军土 英明令朝 怀念忠历 革命荣扬 伏兵草地 日夜草莽 怀念诸宗 报上风丧 团结无数 坚持方向 怀念烈士 信奉执岗